看看新闻榜 仅能提前两天就观看到冯小刚导演的新作《私人定制》 但是呢作为年度最受关注的喜剧片 《私人定制》带给我们的亮点实在是有些少 直路的广告太多 葛大爷的表演差强人意 还有一些甲方乙方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否跟我一样呢 我们一起去听听看 我觉得一般吧 我觉得这一片要放时间前还可以 但现在就估计有点弱 没有什么惊喜 但是也不会说失望 可能是寄予了太多的厚望 观影之后众说纷纭 总体来说对于《私人定制》的评价 并没有想象中高 但仍然为不失水准之作 在电影制作时期 就曾有消息说 这部片子是早年丸主与甲方乙方的综合体 从电影的设置上来看 葛大爷的角色杨仲与丸主中的角色相同 显然有向丸主致敬的意味 我叫杨仲 是三瓶丝有缘 这是名片 不过就大多数的情节来看 《私人定制》其实更像《甲方乙方》中的好梦一日游 那行吧 那当年的《甲方乙方》是 有点像是 对对对 就还是觉得有点在炒老饭吧 现在有《甲方乙方》2013版吧 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 基本相同的框架 能不能框住如今的观众 就要看里面的内容了 《私人定制》之所以能够受到这样的关注 不仅是因为冯耀刚一年一度的出手 唐山大地震和1942已经清楚地表明 冯氏如果不出喜剧 观众也未必会买单 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 在临近过年的时候 到电影院去跟着冯小刚的思路 笑赏一个多小时才是最大的期盼 那么两年后再出手 冯导能不能准确地挠到观众的羊羊呢 到最后的时候 所有人在发展信里面没看周围嘛 就没几个人看电视剧了 因为太说教了最后 种结构上的就是笑点比较少一些 羊羊挠得差强人意 但电影中的广告植入却令人印象深刻 华一早就公布过 《私人定制》中的广告植入 已经超过了八千万 这可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呢 不过众所周知 媒体记者是出了名的笑点高 挑剔和爱泼冷水 因此以上的评论尽功能参考 好在片中几位演员的表现 还是可圈可点 令记者们都默默按赞 百百合 李小璐 郑海等新鲜面孔 甚至有抢了葛大爷风头的嫌疑 但铁打的葛大爷并不计较 在随后举办的发布会上 葛大爷淡定地回应了新人们的威胁 人家这岁数早就遇事无争了 剧本的时候就看出了这事 因为这个结构就是这样的 主持人就是一个 其实你要说嫌戏少啊 我可以跟小当说 我说不行 我得找一个全部是我主演的 那也可以 但是这个犯不上这岁数了 你就是不可能电影没有新人 所以呢 心理上也不像你想问的那个 说我当时有什么 这个大的想法 在剧本阶段就不存在了 冯导倒是很欣喜于 这种团体的成功 当然老伙伴各优 也得格外力挺一下 就说明了 这一个团体的系统演得好 这就像当初刘培 在河冰 包括英达 那里头李奇 也都从江方一方里头 拽走了好多场 他这种系就是一种群系 当然还是一个优为主的群系 娱乐新南地北京上海 两地吐血赶直播报答